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谈怪论调查局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位皇帝 本名嬴政 公元前259年出生在赵国都城邯郸 所以有些史书也称他为赵政 不过翻看史籍也有称他为吕政的 这一称呼就直接点明了秦始皇的绅士问题 即秦始皇究竟是姓嬴还是姓吕 作为根正苗红的秦王氏后裔 秦始皇姓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他的出生问题以及其母亲和吕不韦 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使得秦始皇在诸多野史之中被冠上了吕姓 这就让秦始皇的出生成了2000多年来的一大谜团 嬴政出生时正值诸侯争霸 战火连年的战国时代 他13岁继承王位 22岁清理朝政 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 他徽大军灭流国 结束了七雄并丽的战国时代 开创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封建王朝 39岁时他于国都咸阳称帝 不仅成为秦朝的开国皇帝 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 世称始皇帝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于巡游的途中 作为秦国的皇室 嬴政为什么会出生于赵国的国都邯郸呢 这是因为在他出生前 秦国与周边的赵国楚国等关系紧张 为了搞好与邻国的关系 取得邻国的信任 嬴政的父亲嬴一人 即后来的秦庄相王子楚 从小就被派到了赵国做人质 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既无才能又无德行的他 却在这个时时面临着危险的地方 幸运的开始了自己人生辉煌的发家史 之所以说秦国公子一人是幸运的 是因为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吕不韦 因为二人的特殊关系 以及中间的一些巧妙发生的事情 使后世很多人认为 吕不韦才是秦始皇的真正父亲 那么秦始皇的身世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他的父亲究竟是谁呢 要问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从吕不韦开始说起 先秦的著名人物之中 吕不韦是一个不朽的传奇 他经商成为巨富大谷 从政成为权势显赫的相国 为我国史上少有的商人从政 且业绩卓著者 另外他还带兵打过仗 编过吕氏春秋艺术 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也是秦完成最后统一的大功臣 能耐之大 让人为之惊叹 吕不韦生于何年 不为人知 史学家认为 大致在公元前290年 至公元前280年 即赵惠文王9年至19年 足于公元前235年 秦国统一中原的前夕 史记中记载 吕不韦者杨宅大谷人也 也就是今天河南省蒲阳市人 说他是卫国杨宅的大商人 纵观他的一生经历 完全可以预期为 中国风险投资始祖 或先情第一明星经纪人 吕不韦是商人出身 但在最初 他并没有想成为一个纯粹的商人 出生在那个年代 他也是一心向士 但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 能否入市的关键 在于其出身如何 春秋战国时代尤为如此 出身卑微之人 要想积身高堂 只能依附权贵 屈身为其门客 以待时机 据史书记载 吕不韦的父亲 吕心是卫国王公守门人 他送吕不韦去私家讲学堂 苦读十年 期望吕不韦学而优则逝 并托人在卫国大夫 卫衡的麾下 为儿子谋求到了一个门客的职位 期望吕不韦能够得到国君的青睐 以便有封侯败相的机会 但人算不如天算 不知因为什么 吕不韦没有成为卫衡的门客 而是走上了从商的道路 一开始 吕不韦在濮阳的一家绸缎店铺干活 也许是看到绸缎店老板因为有钱 竟然能与达官贵人一起出入游玩 这使他认识到 金钱是唯一可以使他尊贵与显达的方式 他决定弃势从商 谋取财富 再结交权贵 以达到曲线入市的目的 吕不韦的经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开始时 他也像所有初学者一样交纳了学费 据说 最初吕不韦很看好投机生意 决定从鲁国的屈府 购进水蜜桃到濮阳贩卖 以赚取差价 但天有不测风云 吕不韦的饭桃生意 因为遭遇庞陀大雨耽误了时机 桃子又不能长期储存 于是仙桃还在路上的时候 便溃烂成泥 吕不韦的第一单生意 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万事开头难 出入门做生意 得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包括心理承受能力 倒买倒卖赚取差价 这看似简单的生意 也隐藏着难以预测的风险 正如不可抗的自然灾害 所造成的意外风险 也使得很多现代生意人 难以维系过关一样 不过也许吕不韦天生就有赌博意识 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 而是很快开始了第二次生意 这次吕不韦在卫国国都浦阳 开了家绸缎庄 因为当过学徒 绸缎生意对他来说是熟门熟路 但由于同行低价挤压 小本经营的吕不韦有些抵挡不住 但吕不韦没有改弦更张做别的买卖 而是选择了流动销售 挑着筹断到临时集市上去卖 这种生意力微而辛苦 常年在外风吹雨淋 双漆血染 但吕不韦背着筹断到处招揽生意 见利就网罗 经过这种辛苦的见买贵卖阶段 吕不韦也挣了点小钱 但他觉得这样下去是挣不了大钱的 便想着如何突破以赚取更大的财富 在做流动生意时 吕不韦结识了一个去过匈奴的耍蛇人 了解到中原地区的绸缎 在北方草原地区价格贵得惊人 而那里的马匹却非常的便宜 于是他又有了个想法 便带人携带一批绸缎 进入匈奴地区换取马匹 然后他又将马匹运到邯郸贩卖 两乡买进卖出 从中获利丰厚 可以说这是他逃得的第一桶金 而在他往返中原御匈奴做倒卖生意时 吕不韦又发现了另一个更大的商机 就是做玉器生意 在当时玉器非常珍贵 不但用于祭祀 外交和社交等场合 而且还用于服饰 人们认为君子必配玉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而贵族礼服之上还会有两套相同的配玉 腰的左右两侧各配一套 这样才能显得这个人高雅而富贵 所以人们对诸玉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更有利的是 那时经营玉器生意的人还不多 也没有形成垄断 这无疑是个赚大钱的冷门 于是吕不韦抓住了这个新兴的热门行当 给自己的生意重新进行了定位 开始了诸玉之营的营生 改为经营诸玉生意后 吕不韦的生意做得更大了 他一面由玉石产地进货 卖些大众化的廉价预期 又一面寻找有价值的货物 加以倒卖 从中余力 吕不韦利用诸玉商人精益求精的心理 见价收购有瑕疵的 被一些商人低价抛售的处理类预期 吕不韦认为 有时候顾客并不会注意那么多的细枝末节 而经过他独到眼光逃到的玉器 往往能实现贱买贵卖 玉器生意做大后 吕不韦觉得小小的卫国 已经不适合他发展更大的事业了 便又从濮阳举家迁往韩国都城 羊宅 羊宅在当时是个较大的城市 在这里 吕不韦的诸玉生意也越做越大 其分号遍布七国 但吕不韦的野心并未因此满足 在赚取到丰厚利润后 他再次下决心搬迁 这次他选择了赵国的都城 邯郸 邯郸位于秦 赵 韩 魏 齐 燕 六国之间的中心位置 在战国末期 邯郸是全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城市 各种信息都会第一时间在这里汇集 这样一个情报信息市场 对于一个有野心的商人来说 无疑蕴含了大量的机会 在这里 吕不韦做了一个影响其一生的决定 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公元前265年 他在邯郸 结识了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 秦王孙艺人 他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 极有发展前途的潜力股 自己从小做大官的梦想 发大财的志向 恐怕都要在这个人身上实现了 于是他决定在艺人身上进行投资 辅助他回到秦国 并登上王位 做生意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 即最有投资前景的事物 一定要看他的未来成长性 而在2000多年前 这种理念 其实只有些精明的商人才明白 而吕不韦无疑是深谙此道的 秦国王孙 盈役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 秦昭王的孙子 而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 盈役人排行居中 艺人的生母夏季又不受宠爱 所以他在秦国备受冷遇 小时候就被送往赵国当人质 身处异国 又为秦赵两国关系迁徙 因此他的处境很是危险 其间秦国多次进攻赵国 每次进攻赵国都曾扬言要将他杀掉 所以赵国人对迎艺人很冷淡 艺人的生活很拮据 而吕不韦在了解到艺人的情况后却说 艺人就像一间奇货 可以囤积聚齐 以贷高价售出 这就是成语 奇货可居的出处 在古代没有风险投资这个词 不过奇货可居这个成语 应该说是风险投资的最早 最形象的解说了 吕不韦在秦国王孙艺人身上的投资 更是很好地体现了奇货可居的经商理念 甚至说这是一种投机理念 关于做这件事的原因 战国册中有一段很详细的记载 吕不韦自认识艺人后非常兴奋 就跑回家问其父亲 种田能获利几倍呀 他的父亲回答说十倍 吕不韦又问 经营珠宝生意能获利几倍 他的父亲说一百倍 吕不韦又问 那么帮一个国王登上王位 安定一个国家呢 他的父亲听了儿子的话非常惊讶 停顿了一下说 那就获利无数了 吕不韦便对父亲说 您看那些脸朝黄土被朝天的务农者 累死累活而不得风衣足食 如果建国立军 不仅我们可以享用不尽 还可以择批后事 我现在想做这件事了 认识到艺人的增长潜力后 吕不韦就前去拜访艺人 对他说道 我能使你飞黄腾达 艺人看了看他笑着说 你姑且先自己飞黄腾达了 然后再来帮我飞黄腾达吧 吕不韦说 你不懂啊 我的飞黄腾达就是要等到你飞黄腾达了 才能达到啊 艺人心知吕不韦所言之意 就拉他坐在一起深谈 吕不韦说 你很贫困 又客居在此 也拿不出什么来献给故国的亲人长辈 结交有才能的宾客 我吕不韦虽然不富有 但愿意拿出千金来为你吸去秦国游说 侍奉安国君和他宠爱的华阳夫人 让他们立你为太子 时候一到 你就可以当上秦国国君了 艺人听言又惊又喜 他从未想过自己能当上秦国国君 倾听吕不韦之言 只觉得拨云见日 赶紧叩头拜谢道 如果实现了您的计划 我愿意分秦国的土地和您共享 吕不韦于是拿出五百斤送给义人 作为日常生活和交结宾客之用 又拿出五百斤买珍奇艺宝去秦国游说 吕不韦到了秦国 先拜见华阳夫人的弟弟杨全君和其姐姐 又通过他们见到了华阳夫人 说自己是受义人之托来拜见夫人 吕不韦顺便又夸赞义人的贤能 还说他所结交的宾客遍及天下 并且非常想念父亲和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当然非常高兴 华阳夫人见自己无子 便想在安国君的众多儿子中 找个对自己好的人当太子 但他看来看去都不顺言 线下听说义人很贤能 又对自己印象不错 还派人来孝敬自己 便有立他为太子之意 吕不韦心知其意 便趁机让华阳夫人的姐姐劝说道 我听说用美色来侍奉别人的 一旦色衰 宠爱也就随之减少 现在夫人宁侍奉太子 甚被宠爱 却没有儿子 不趁这时早一点 在太子的儿子中 结交一个有才能而孝顺的人 立他为继承人 而又像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 丈夫在世时受到尊重 丈夫死后 自己立的儿子继位为王 那么你最终也不会失事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 一句话能得到万事的好处啊 现在义人贤能 他自己知道排行居中 按次序是不能被立为继承人的 而他的生母又不受宠爱 自己就会主动依附于夫人 夫人若真能在此时提拔他为继承人 那么以后就不用愁了 后半生在秦国会一直受到尊重 华阳夫人听言也认为的确是这样 之后就常常在安国军面前夸赞 在赵国做人质的艺人 非常有才能 有时又哭着说 我有幸能主管后宫 但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儿子 我希望能立艺人为继承人 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 安国军这个人耳根子很软 熬不过华阳夫人的软磨硬炮 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并刻下御符 决定立艺人为继承人 大功初告成 吕不韦喜不自胜 他将这一成功的消息带回赵国邯郸 告诉了艺人 艺人听了自然十二分的高兴 更是万分的感谢吕不韦 于是二人自然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因为成了太子 安国军和华阳夫人用送了好多礼物给了艺人 并请吕不韦当他的老师 因此艺人和吕不韦的名声在诸侯之中越来越大 吕不韦把艺人扶上了未来的太子之位 自己的投资初见成效 不但如此 他还为自己做了更长远的投资 到了邯郸后 吕不韦选了一位姿色上家 而又善于跳舞的邯郸女子赵基 一起同居 不久 这女子怀了孕 有一次 吕不韦和营艺人一起饮酒 吕不韦便让赵基出来助兴 艺人看到此女后非常喜欢 就向吕不韦请求把赵基赐给他 吕不韦本来很生气 但转念一想 自己已经为艺人破费了大量家产 为的是什么 现在可不能因为一个女人而毁了原先的投资啊 况且这个女人已经怀孕 她若生个男孩 那么在艺人当上秦国国君后 这个男孩将被立为太子 将来是要继承王位的 那自己还不成了秦国国君的亲爹了 于是就献出了这个女子 艺人就立赵基为夫人 赵基也隐瞒了自己怀孕的事 后来她生下了一个儿子 即后来的秦始皇 嬴政 秦始皇的身世之谜 其问题根源便出在这里 即这个被吕不韦赠给嬴艺人的女子 到底是在吕不韦相赠之前怀了孕 还是在相赠之后怀了孕 如果是在之前 那么她后来所生的孩子嬴政便应该是吕不韦的孩子 公元前257年 秦昭襄王派王和围攻赵国首都邯郸 这时嬴艺人和吕不韦还在赵国 作为报复 赵孝成王想杀死一人泄愤 吕不韦就和艺人密谋 拿出600金贿赂首成官吏 二人最终逃出赵国 通过出征的秦军返回了秦国 但赵姬和其子嬴政却被留在了赵国 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 吕不韦是先 叫回国后的义人穿楚国服装面见夫人 华阳夫人果然大为感动 便收义人为义子 并改名为子楚 公元前251年 秦昭襄王去世 安国君继位 即秦孝文王 华阳夫人为王后 子楚被立为太子 有一次子楚趁安国君空闲时 向他敬言道 父亲也曾积留在赵国 赵国的豪杰之事 知道父亲大名的不在少数 如今父亲返回秦国 他们都在惦记着您 可是父亲却连一个使臣 都未曾派遣去抚慰他们 孩儿担心他们会心生怨恨 希望父亲将边境城门 持开枣壁 防患于未然 孝文王认为 义人说的话极有道理 为他的奇谋感到惊讶 当然这些话也是吕不韦教的 秦孝文王在位约一年时间 突然去世 子楚即位 即秦庄襄王 赵国听说后 害怕秦国发兵报复 赶紧将赵姬和嬴政送到了秦国 秦庄襄王继位后 任命吕不韦为丞相 封为文姓侯 赐河南洛阳十万户 作为他的十亿 而嬴政则被他立为太子 这样吕不韦的投资 已帮他赚得了难以估量的回报 但这还只是个开始 吕不韦任秦国国相时 也是帮助秦国做了不少大手笔的实事 秦庄襄王治国能力不行 吕不韦便替他决断谋划 渐渐攻高盖主 庄襄王知道他精明异常 渐渐对他警惕起来 而吕不韦也有所察觉 他怎么可能束手待毙呢 于是与赵姬密谋 要除掉庄襄王 立嬴政为王 让赵姬当上太后 于是赵姬夜夜献宠 使尽妩媚之能事 逼得一人瘫痪成瘾 不久便衰弱不堪 36岁时一命归西 庄襄王驾崩 嬴政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国君的宝座 此时他年仅13岁 因年纪还小 便尊奉手握大权的吕不韦为相国 称他为重父 国事全部委任于他 而原本是吕不韦小妾的赵姬 则成了太后 此时吕不韦家资和权力达到极盛 光奴仆就有上万人 因嬴政还小 秦国王孙便想发动政变 吕不韦俯孤理政 很快便打击了反叛者 稳定了秦国政局 公元前249年 吕不韦还亲自率军灭亡了东周 到此历时800余年的周朝 才算走到了尽头 而秦的天下开始了 接着吕不韦又积极进攻各诸侯国 不长时间秦国便占有了太行山以西地区 进出太行山的要道 也控制在秦的手中 公元前244年 吕不韦代理朝政后 又派兵向东进攻 渐渐使秦国的领土和齐国相接 这就截断了赵国与韩卫两国之间的联系 造成了秦分割三境 并且可以各个击破的有力行事 为秦始皇灭掉韩兆燕楚齐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文化方面 吕不韦还组织有才学的宾客三千人 令其著书立说 于公元前239年编成吕氏春秋一书 吕氏春秋分为十二季八揽六论 共二十六卷 一卷六十篇二十余万言 已被天地万物古今之事 故而吕氏春秋被人称为杂家 但他旁而不杂 融会如道末法兵农明等诸子百家的学说 有取有何兼容并包 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思想体系 至今仍为考察先情社会文化的主要典籍之一 但吕不韦的辉煌也就此而止 原因是嬴政这个孩子有着过人的智慧与诚服 但直接的导火索却是出在太后赵姬身上 庄襄王死后 太后赵姬就成了孤家寡人 而他因为难耐寂寞 便又招吕不韦来宫中 赵姬此时不过三十岁左右 正值欲望高涨的年龄 吕不韦有些吃不消 因为他还要治国理政 又怕被人发现 成为政敌扳倒他的借口 便想摆脱赵姬的纠缠 于是他将一个名叫 烙矮的市井无赖送入宫中 并很快得到赵姬的宠爱 因秦王嬴政年幼 秦国大选旁落至全臣吕不韦之首 嬴政称之为重父 权倾朝野 但随着太后对烙矮的日渐宠幸和重视 吕不韦开始受到烙矮的制衡 且烙矮日益嚣张 更在太后赵姬的主持下被封为长姓侯 不久太后怀孕在身 这对寡居的他来说 当然是件耻辱的事 为了不使嬴政之道 他与烙矮躲到了距咸阳西北二十里处 一座幽静而华丽的雍公居住 并先后产下了两个男孩 烙矮封侯之后 以山阳为其驻地 以河西太原郡为其封地 所得赏赐丰厚异常 雍城的一应事务 西绝于烙矮 宫中事务大小也均绝于他 家中同仆宾客多至数千人 投奔烙矮求官求是的宾客社人 也有千余人 一时门庭若市 成为咸阳豪门 至此 烙矮已经迅速发展成了 能与吕不韦抗衡的势力 同时 烙矮也与吕不韦闹起矛盾 双方视同水火 秦王正九年 也就是公元前238年 吕不韦因为嫉妒烙矮能力过人 且深受太后赏识 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 筹划扳倒烙矮 后来烙矮与全臣作乐 酒后失言 说出自己乃秦始皇贾父 引起了秦国贵族的不满 吕不韦又派人向秦王 告烙矮与太后淫乱 烙矮知道事情不妙 便与太后召姬 决定趁秦王不在咸阳的时候 趁机铲除吕不韦 在秦王嬴政去雍城举行冠礼时 烙矮按计划 用秦王与太后应信 引导其门客和军队发动政变 要诛杀吕不韦 想不到吕不韦早有准备 他勾结楚系势力 昌平军 昌文军 领咸阳士族与烙矮争斗 两军战于咸阳 吕不韦又假冒秦王下令 凡有战功的军败决后赏 宦官参战的也败决一击 烙矮军数百人很快被杀死 烙矮也深受重创 仓皇而逃 秦王嬴政也早已对这位母亲的情人恨之入骨 领域全国 生情烙矮者刺钱百万 杀死烙矮者刺钱五十万 不久后烙矮及其死党被一网打尽 烙矮被车裂 三族被诛灭 烙矮与太后的两个私生子 在逮捕时被当场扑杀 烙矮的死党 魏魏杰 内使寺 佐歌杰 钟大夫令奇等二十人销售 追随烙矮的宾客舍人 最亲者 共义宗庙 最重者四千余人夺决签署 习役三年 因吕不韦影响太大 一年之后 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 络绎不绝地前来问候吕不韦 这时的秦王嬴政年龄虽幼 却有统治天下的野心和斗志 他知道吕不韦是他最大的障碍 而吕不韦也知道嬴政并非等贤之辈 两人都在暗暗较量 嬴政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也是因为这件事 他趁机向吕不韦下了手 他与吕不韦涉嫌向太后推荐烙矮 以及其他一些不法事情 于第二年免去了他的相国职务 把他遣出京城 前往河南的封地 他还写信给吕不韦说 你对秦国有何功劳 秦国封你在河南 十亿十万户 你与秦王有什么关系 而号称重负 你与家属都一概迁到属地去居住 吕不韦看后矛盾万分 也许是他不忍于秦王嬴政相斗 因为他本是相国之尊 极有权势 小小的秦王恐怕还不是他的对手 也许他认为秦王是他的儿子 老子何必与儿子相争呢 于是他选择了退让 他可能也想向嬴政说出实情 但他知道秦王嬴政虽小 却生性暴力高傲 就怕嬴政为灭口而将他杀害 这样他在矛盾中来到了封地 却又天天担心被诛 眼看自己费尽心机 经营几十年的功绩宣告破产 一想到落矮的下场 又见到自己已经被逼迫至此 便很害怕日后被杀 后来他索性喝下毒酒 自杀而死 那么秦始皇 到底是不是吕不韦的孩子呢 此事实在是让人费解 正如前面所说 关键还是在赵基身上 要看他是和义人在一起 之前怀的孕 还是之后怀的孕 按理说 嬴义人虽然不算聪明人 但也不至于傻到嬴政 是不是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吧 但事实 确实连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 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 都相信嬴政不是嬴义人的孩子 而是吕不韦的 汉书的作者班固 对嬴政的绅士说得十分干脆 他直接在汉书中称嬴政为吕政 表明秦始皇就是吕不韦的孩子 此事毫无疑问 而比班固更早 影响更大的司马迁 则在《史记吕不韦传》中记载说 吕不韦取邯郎诸姬 绝号善无者于居 知有身 子楚从不为影 见而悦之 应其为寿 请之 吕不为怒 念叶已破 家为子楚 欲已掉旗 乃随献其姬 姬自逆有身 至大妻时 生子正 子楚随立姬为夫人 再后来 东汉的学问家 高佑为吕氏春秋作著 他的序记载的情形 跟司马迁的记载 基本一致 他说 不为取邯郸姬 已有身 处见悦之 随献其姬 至处所 生南 明之曰正 处立之为夫人 唐代的史学家司马珍 在《史记所影》中这样解释 吕正者 始皇名正 是吕不韦姬姬有身 献庄相亡 而生始皇 故云吕正 不仅是如上几位史学家这样认为 可以说 从两汉到宋元时期 史学家们大都信奉 秦始皇私生子之说 很少有人有异议 直到明代 才开始有人 对史记中涉及秦始皇 绅士的事提出异议 名人 汤聘颖 以秦皇乃吕不韦之子之说 是战国好事者为之 清代学者梁玉生 也提出异议 认为史记 系从传闻得来 非从史考得来 并从行文剖析 以为司马迁在继续中有所保留 明朝的王世珍 则更进一步 他在读书后继 提出两条理由 一是吕不韦 为使自己长保富贵 故意编造自己 是秦始皇的父亲的故事 二是秦灭六国后 原六国的贵族 或失去他们的实意 或家破人亡 但他们除了进行言论攻击外 别无办法对付秦朝 于是在极端的愤恨中 他们开始散播秦始皇的身世 进行攻击 另外还有人对大妻的解释 提出了疑问 妻一年也 所谓大妻 是指过十二个祖月之后分娩 按照常情 女子发现有身 一般在孕后一两个月 既然吕不韦在限期期前 已经只有身 根据生育规律 赵姬何以能在归子储后 十二个月方分娩生嬴症 怀孕超期分娩的情况也有 但赵姬的超期 未免超得过于异常 所以他们认为 史记吕不韦传 所述值得怀疑 由于年代久远 秦始皇是不是吕不韦 私生子的事实 已无法查实 然而有人从动机上 开始怀疑史记记录的真实性 由于司马迁 因祸遭到残酷的攻刑 在他的笔下 历代酷吏 暴君多少被涂上了不良的墨迹 所以也不能排除司马迁 在记录秦始皇时 因反感而夸大其词 近代的郭沫若 在《识批判书》中 也怀疑吕不韦为 秦王正身负之事 他指出三个疑点 第一 仅见史记而为国策所不载 没有其他的旁证 这未免不让人产生怀疑 战国策是研究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 而秦国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国家之一 为什么对于吕不韦偷天换日 有关秦朝血脉的事情 只字不提 一直等到西汉时期的史记 才来记载 第二 关于秦始皇的故事 秦节与春生君与女桓的故事 就如同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情节跟小说一样 春生君与女桓的故事 大致梗概是这样的 赵国有个人叫李源 他想把自己的妹妹桓 献给楚王 但是听说楚王不能生育 唯恐妹妹进宫 由于没有子嗣 而得不到宠爱 于是他跟妹妹商量 先将她献给春生君 等到怀孕的时候 再献给楚王 事情果真如愿 春生君果然使李源的妹妹 怀上了孩子 事情之词也就到了关键时刻 这时李源的妹妹 引诱春生君说 今妾自知有身矣 而旁人莫知 妾知姓君未久 成以君之众 而敬妾于楚王 王必姓妾 妾赖天而有难 则是君之子为王也 楚国风尽可得 属于其灵不测之最乎 春生君被说服 随将女还陷于楚王 生了个儿子 即后来的楚幽王 这段故事 与吕不韦与赵姬的故事 如此之相似 郭沫若具体推断 吕不韦与赵姬的故事 可能流行于西汉初年 吕后之政时期 是吕氏集团成员 模仿春生君与女还的故事 编造的 目的是为吕氏掌权 制造舆论 第三 史记吕不韦传 记载秦始皇的母亲 是邯丹的歌姬 但是记载子楚 回到秦国时候又说 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 歌姬与豪家女 这二者之间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难以自圆其说 但史记的历史地位 还是让许多学者 不肯轻易怀疑他的真实性 他们认为 明清学者 以及郭沫若先生的判断 都只是对于 史实的一种臆测 论据不足 司马迁的技术 虽然在表面上 看似有矛盾之处 但他的著书风格 一向以严谨 执笔 而不列其著成 所以他对吕不韦和赵姬的继续 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当代也有学者 对郭沫若的三点质疑 做了针锋相对的批评 认为郭沫若的观点 不足为凭 第一 史记的记载 有不少是战国策 没有记载过的 这正是史记流传千古 受人称颂的原因之一 没有旁证 照样能保持史记的真实性 例如 司马迁的史记 详细地描述了下朝的世系 然而司马迁 据商代也有千年之遥 以后也基本没有实证 所以20世纪之前 许多学者 尤其是西方学者 对下代是否存在 产生怀疑 但是20世纪初 发现的殷须甲骨文 却雄辩地证明了 司马迁记录的高度准确性 第二 吕不韦与赵基的故事 跟春生君与女环的故事类似 只能说明这种斗争手段 在当时是被不少政治上的 风云人物所运用 第三 关于史记记载矛盾的地方 其实并不矛盾 二者还是有相通之处的 假如紫楚果真看上了吕不韦的小妾 这无疑给吕不韦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 因为一旦紫楚回国继位 他和戈基肚子里的孩子 就有可能成为皇帝 这一想法符合吕不韦的野心 吕不韦是一个冷静的人 他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 也知道如何利用这种关系 他能想到一人看上了戈基 也就想到戈基肚子里的孩子 能够有成果的希望 所以他会尽一切能力 掩饰戈基的真实身份 为戈基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背景 所以会出现史记记载的那样 赵豪家女也 另外根据常理分析 当时的子楚作为一名王孙 娶妻那妾总要有一定的排场 否则又怎能名誉胜于诸侯 这也会要求戈基有一定的背景 不可能会说出赵基的戈基身份 所以这种称谓前后矛盾的地方 其实并不矛盾 再者 不论史记也好 战国策也罢 都记载了秦王政当上皇帝之后 吕不韦与太后私通的事 如果吕不韦以前和太后 没有任何关系的话 吕不韦自然不能轻易的 去和太后成功私通 因为这是极为冒险的行为 不然吕不韦也不至于 去找一个自己的替身 敬献给太后召基 另外作为秦国的相国 吕不韦是不愁女人的 何必去招惹身份极为敏感的太后呢 所以 赵基原为吕不韦小妾 是确凿无疑的 2000多年过去了 有关秦始皇 绅士的争论 仍未取得一致的看法 我们无法回到当年一探究竟 只能根据古人的记载 和一些旁证 去分析猜测 所以如今只能说秦始皇 有极大的可能是吕不韦的孩子 但无论秦始皇姓什么 都无法掩盖 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也正是因为秦始皇的雄才大略 才让后人对他扑朔迷离的身世 更加感兴趣